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神秘语言 在开始我们今天预言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马某事件 5月3日上午 中共各大喉舌一起行动 爆出杭州马某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已被捕 以下网上一云四起 有人问是不是那一片云 有的干脆怀疑杭州马某就是杭州马云 一时阿里巴巴股市股价剧烈震荡 一度暴跌超过9% 据不完全统计 参与遭势的有中共新华网 人民日报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 中国新闻网 经济日报 法治日报 上官新闻最高检网站等等等等 显然 这么大的宣传阵势一定来自中宣部的统一安排 中共喉舌们的这种阵势引发外界揣测 舆论一致怀疑认为 马某指的是马云 从而引发中共进一步升高打压网络科技业的担心 受此影响 恒生科技指数开盘就大跌2% 随后更是出现恐慌性沙跌 以阿里巴巴为首的科技股直线跳水 阿里巴巴一度大跌9% 据陆媒报道 一些网民吓得赶紧去支付宝提现 打算将所有支付宝的钱全部提出来 然后将支付宝卸誉 报道还说 很多大陆网民的全部身家都在支付宝里面 取钱的人一时间内都要挤破头皮 随后 中共央视等喉舌媒体出面澄清 说应该是杭州的马某某 而不是马某 甚至信誉度很差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叼盘出面辟谣的地步 据他所知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抓的是马某某 不是马某 那么马某某又是谁呢 网友讥讽 总不是马化腾 更不会是马斯克吧 无端的怪马云 大约这位阿里巴巴创始人 自从2020年10月在上海批评监管机构触怒北京 深陷监管风暴 蚂蚁金服上市泡汤以来 偶尔现身出路不明 加之中南海发动反资本反垄断运动 导致阿里巴巴在内的一批网络巨头以及新科技企业遭重罚 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也被迫于去年5月改名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舆论厂对马云的成为可谓是瞬息极变 三年前 这位民间英语教师变身亿万富豪的成功故事 激励无数中国人 甚至一些粉丝称他为马爸爸 现在他被打成臭资本家 随着去年中共当局对互联网企业的反资本 反垄断打压以及高喊共同富裕 过去文革时使用的万恶资本家的头衔 成为新富豪头上的紧箍咒 他们越来越多的被公开指责是 中国各种社会弊病 从竞争激烈 房价飞涨 到缺乏社会流动性的问题源头 针对这次出现的马猛事件 有网友甚至表示 民营企业家正在跪在地上发抖 他们知道相装武剑意在配工 就和苏联笑话一样 克格勃抓人敲错门了 可是敲错的三个门的主人 都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 气氛太紧张了 太容易走火了 马云曾在2020年公开批评 中共金融监管机构触怒北京 随后经历监管风暴 以及蚂蚁金服上市被取消 马云已经很少露面 2021年更传出 中纪委正在调查杭州市高官 引发了外界对地方官员 与民营部门之间密切关系的质疑 此后很多人都在猜测 马云可能会出事 而且我们发现 在2015年 一个神秘的语言经线网络 其中说到 马云在2022年 有非常明显的牢狱之灾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预言马云的帖子 到底说了什么 这个预言铁说 面相和八字得出结论基本一致 以后会有牢狱之灾 周一很多方面都是通的 比如八字和紫薇 可能次重点有不同 但是两者同时看 交叉在一起的方面 都是一致的信息 话说 这马云的断论 我在知乎说过好几次了 马云2022年正式对他清算 很严重 天克地冲的寄神大运10年 之前会有对他不利的言论出现 从八字看 马云是身弱的商官配印 地支合财 所以走木合大运的时候 印生生 出名外加发财 用印的最怕走财运 其次 食商运 这个预言铁还说 马云的大运已经走得很好了 他有30年的洗神运 另外 预言铁还说 2022年是一位马云 22年混大运 庚陈大运对他就是天克地冲 把洗神全破 外加凑够了天罗地网 后者是非常明显的 牢狱之灾表示 其实马云15年就不乐观 到18年前凑合 从18年开始 其实不止他 一堆行业大佬都是18年遭遇很大的结束 比如王健林 雷军 刘强东等等 至少我看过 光IT和地产领头大佬们 都是18到20年间 运非常不好 可见这是国运 大环境变化所致 另外 这些大佬 大部分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 大运交接 到非常明显的下坡路了 像马云 王健林这样的 其实现在的运 已经没有以前的好了 只不过 瘦死的骆驼 或者偶尔碰到流年 特别好 才爆发了一把 暗地里 机下的隐患 其实很多 预言铁 还有更惊人的内容 说 所以最后 这里说下马云 马云22年患大运 这个大运 他不要说熬过去 连有没有命 都是个问题 光之前 20庚子年 那年就是大凶 天干 庚披甲 赶走他的印星 地支 深死沉 河水印 冠沙攻深 阿里巴巴会受到重创 临时沙 忘攻深 马云本命正印 本来就不够强 无法完全化解 这么强的冠沙 更何况 庚金已经把两个 甲木印给批掉了 他都不一定 能撑过这一年 你看马云百亿身家 他能享受到吗 这就是命令里的 有福没福的判断 从16年开始 阿里巴巴就事多了 大概到18年 会明显作死一下 这个作死 和阿里巴巴 某些员工有关 马云这个七杀公深 很明显是政府 要对他动真格的了 2019几亥年 就有这个动向 源头就是 2018年 大佐死吧 我这么判断的 看完这个预言帖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震撼到了 是不是也觉得 非常惊悚 而难以置信呢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发表于2015年的预言帖 其中提到的年份是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一起来验证下 这个预言到底准不准 据公开资料显示 马云这些年确实麻烦不断 2018年8月29日 支付宝公司法人发生变更 由马云变更为叶宇清 十几天后 9月10日 马云宣布 2019年9月10日起 他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长 届时由张颖接任 预言中说 20年庚子年那年就是大凶 2020年10月1日 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2020年10月24日 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在上海金融峰会上 发表讲话时要求 中国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并警告说 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 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 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 王岐山讲完话之后 马云接着发表演讲 马云说 这个世界虽然留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很多 但是关键性的机会也只有一两次 现在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马云对中共的金融及金融监管 畅所欲言了一番 他说 中国现在不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 中国实际上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 马云最后说 过去16年 蚂蚁金服一直围绕着绿色 可持续和普惠发展 如果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包容的金融 是错误的话 我们也将会一错再错 一错到底 马云言论一出 舆论大惊 自此 一场罕见的整肃风暴袭来 马云这番演讲之后 没过几天 2020年11月3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 都发表声明 暂缓�蚂蚁集团上市 2020年12月 蚂蚁集团受到涉嫌垄断行为 联调查 2020年12月26日 中共金融监管部门 对蚂蚁集团提出五大整改要求 创下中国反垄断法实行以来最高纪录 然而 根据今年最新的消息 这件事还没有完 2022年4月13日 彭博社在报道中特别提到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中纪委参与了今年2日的全面排查 这也是对原杭州市委书记 周江勇腐败案调查的一部分 知情人士还称 中纪委正试图理清蚂蚁集团的影响力 包括他与国有企业和银行业往来的具体程度 此前 彭博社曾报道 中共监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 要求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 对蚂蚁集团有关的业务 进行新一轮全面的摸底排查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这是迄今为止最彻底和最广泛的调查 消息表明 一年多来 习近平当局对马云与已知有关的问题 整肃一直没有停止 那么仅仅是因为马云那一番演讲 招致了如此严重的整肃吗 显示不是 各种信息显示 习近平在整肃马云的背后 其实真正要针对的是江泽民 曾庆红几大家族 我们再来看一下2021年 华尔街日报在2月17日发表的一篇 调查报道中爆出猛料 中央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 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 投资工具的背后 是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共权贵 组成的小圈子 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构成 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关联 华尔街日报在其报道中特别点名 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长子 江绵衡的儿子江志成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林的女婿李博潭等 均是蚂蚁的秘密投资者 日经也用消息人士话称 当习近平看到蚂蚁集团 背后利益人士的秘密名单时 非常生气 2014年7月14日 纽约时报也曾经披露 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 股东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前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子贺锦雷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之子刘乐飞等 陈元 贺国强 刘云山 都是江派要员 因此 这场罕见的大整俗的背后 真正涉及的是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 2022年 这个对于马云的预言究竟准不准确 到年底就知道了 或许也是虚惊一场 但是有一个事情可以确定 那就是随着二十大的日益临近 习近平和江泽民 曾庆红的权力斗争 将愈发公开 愈发白日化 江蛤蟆已是自身难保 有可能过不了今年了 江蛤蟆的马仔们 更是半息不保 过了今天 有可能就没了明天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